把那個Jason給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透過那個JasonEdit 把它做個解析 所以這個JasonEdit還蠻好用 啊我有把剛剛JasonEdit的結果 把它截圖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就是在雲端的第16頁裡面 那外面大瓜糊 所以我用那個JasonLaw 把資料先載到這個DICT1的物件 然後把Recourse裡面的所有資料 把它抓過來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串列 中瓜糊 所以就把資料抓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 假設我把它print出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結果 理論上應該是長這樣 如果我print這個list的話 OK 那理論上這裡面就是放什麼 放一個一個的什麼 就是串列裡面 特別就是它不是像之前是放那個 數字啊 或者是放什麼 放那個文字 你會發現它裡面是放字典 所以串列裡面呢 又放一個一個的字典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將來要的資料 你會發現那個字典有一個 一個共通性就是說 它前面的那個Key有沒有 像這個大瓜糊 這最後一筆嘛 然後上面這一筆好了 各位可以看 你會發現 它的前面的Key 就是它欄位名稱 不斷重複 有沒有它這個Key的話是Site 然後第二個是County 有沒有下面這個一樣 那這個PM25 這邊又一樣 然後它的什麼呢 應該是Data的CreateDay有沒有 這個地方一樣 這個前面是它的欄位名稱 那ItemUnit 有沒有ItemUnit 在哪 ItemUnit 所以它的Key不斷重複 也就是它的欄位名稱不斷重複 那其實我們要的資料 應該是後面這個叫Value 所以如果我假如要把 後面這個Value取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那當然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接下來我可以怎麼 假設我只取一個一個好了 比如說我只要取第一筆資料 我可以用List1裡面的0 表示它所影詞 我先取一個 應該是馬組這個 那馬組取出來這筆資料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字典 那如果說我只要取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那個字典的方法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只取它的資料 你可以用Values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假設它是一個字典 我可以用Values 那就可以取得它後面的資料 就是取什麼 這個冒號後面的 馬組連張線 有沒有14 然後它創造日期跟單位 那我可以在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什麼 點Values 不過特別注意一下 小瓜糊一下 但是它回來會是一個串列喔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個串列 你就必須用串列去把它再轉型一下 所以外面記得喔 再把它轉換成一個串列 我跟你講 它剛剛回來的話 會是字典的型態啦 如果你沒有把它轉成List的話 它就不會顯示出來的結果 就不會是中瓜糊 所以我外面喔 記得喔 先用那個Value 先取後面的資料 再用List去把它轉型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第二階段我們就取得什麼 取得後面的資料 有沒有馬組連張線 它的PM2.5的值 跟它哪個時候創哪個單位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假如要把72筆資料 全部都顯示的話 那接下來我可以怎麼 再把這個地方呢 再跑個回圈 那理論上呢 就可以把這些資料呢 全部顯示出來 那如果它是個串列對不對 那我再可以怎麼 再搭配insert into 就可以把資料呢 全部再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OK喔 請各位喔 待會兒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轉換的結果 來試著呢 再塞到資料庫裡面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怎麼 直接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因為如果假設底下 我再把它寫個回圈 比如說for eye in range 一樣的方式嘛 因為總共有好像78個吧 然後呢 總共LEN 就是把全部幫我 把它做一個 每一個串列分別解析的話 那最後的話呢 把每一個串列的資料呢 通通都顯示出來 你可以看到喔 它就會顯示出像這樣的結果 碼組 OK喔 然後頭份啦 善化等等的一直到底下 一直到最後好像是什麼 賣療 OK喔 有這一些 那如果說呢 我顯示出來結果 大概到這裡呢 其實就已經比較好利用 你將來如果說你要把這個資料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其實就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串列嘛 你可以把這個當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那當然你就是需要先建一個資料庫嘛 然後資料表 五個欄位 有沒有 五個欄位 A B C D E 然後分別insert in 2 把第一個有沒有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分別篩到資料庫 那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我在雲端上 其實有放那個篩資料庫的部分 我想 因為那個相對還是 前面有講過蠻多的 所以我就不特別重複講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這邊 就是篩進一個PM25的 那不過我是想說 稍微再做一個變化好了 如果我今天不是說要塞資料庫 我希望可以把剛剛看到這個結果 可不可以幫我把它轉換成什麼 把它轉換成一個CSV檔 甚至可能一般user 比如公司那邊user 這個Jason檔我很需要 但是可能Jason他沒辦法處理 即便你給他Jason檔 他看到會覺得 哇這什麼東西 有沒有像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樣的結構 如果你沒有JasonEdit來看的話 光看到頭都暈了 對不對 所以他會需要說 第一個 幫我把它轉成CSV 有沒有 第二個 可能大部分user都有需求說 CSV有時候也不方便 可不可以直接幫我轉成Excel檔最好 有沒有Excel 直接傳成Excel是最棒的 但是要怎麼傳成Excel 其實順便我們講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第八次上課了 後面其實可能要講的 怕會講不到 那同學在第一週問卷裡面 需求最大就是怎麼樣再跟Excel結合 Python如果你沒有跟Excel結合 有時候不方便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用Excel 所以如果假設Jason可不可以轉成CSV OK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可不可以轉成Excel 當然也可以 只是你要如果你要轉成Excel的話 那在Python怎麼做最簡單 當然方法很多 是沒錯啊 可是問題它畢竟也不是Excel的檔案 OK 它其實是一個 這個存文字檔中間加豆點而已 當然呢 嚴格講起來它不是Excel 當然可能它有一個需求 就是 我就是要存成Excel 直接打開就是Excel 不是說我做一半的 可是要怎麼做最簡單 當然方法很多 其中一般最簡單 第一個 當然你要想到 也一樣 套件 有沒有 用哪個套件 有一個外掛一下 就可以達到某個功能 所以你會發現Python很多地方 都是哪個套件 達到哪個功能 所以第一個 想到最簡單的 就是叫Pandas Pandas不是那個FuPanda 熊貓 熊貓是沒錯 但是不同性質 Pandas裡面的話 有個方法 很簡單 叫DF 這個 ToExcel 它裡面就有個DF ToExcel 就可以直接幫我 存成Excel檔 但是前提是這樣 因為比較麻煩的地方 第一個 你必須要確定 你有安裝Pandas OK 這個套件 第二個的話 怎麼樣 你要用Pandas裡面 它比較麻煩 它有一個另外 又多一個資料結構 叫做DataFrame 也就是你必須要先轉換成DataFrame 之後才能存檔 至於怎麼做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第七個單元 OK 順便講一下 所以今天 它後面沒有辦法講到 所以我就順便帶一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同學 自己再回去再研究一下 再延伸性去了解一下 反正關鍵字就是Pandas 那Pandas 你想說Pandas能做什麼 反正以後你想要eSale 用Pandas就對了 因為Pandas其實就有點像是 看不到的eSale 什麼叫看不到eSale 因為eSale可以用滑鼠鍵盤點 但是Pandas所有的功能 都要用程式來完成 但是你以前在eSale裡面 做的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表 其實Pandas裡面都有對應的功能 只是全部都用程式完成 OK 其實你會很難 反正你如果會用順便分析表 順便分析圖 其實你只要稍微轉換一下 倒也是 怎麼講 應該也沒那麼困難 不過前提是 你至少你要會用 只要觀念轉換一下 首先的話我剛剛提到 在Python裡面 怎麼樣處理轉換eSale 這件事情最簡單 當然第一個 就是要安裝Pandas 所以底下有個簡單的範例 如果你要轉成CSV很簡單 如果你要轉成eSale的話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DF to什麼 底線eSale 就這個方法 所以第一個你要有Pandas 第二個你必須要有DF 那DF的話它有個結構 什麼樣的結構 特別注意 它的結構就長這樣 它叫DataFrame 你必須提供給它三個東西 1、2、3 也就是說 上面假設 Excel 就是 假設上面是一個表格 然後呢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DataFrame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要提供給它 中間這一塊資料 中間這一塊資料就Data 所以特別是這一塊叫Data 第二個的話呢 給它什麼 前面這個資料 這個叫index index 第三個呢 給它上面這個叫colons OK 就是 藍的意思 反正這個index指的是 它的什麼 所影值 然後這個指的是它的資料 反正你就給這三塊資料給它 然後配合這個叫做DataFrame的方法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叫DataFrame的物件 那你就可以輸出成一個 CSV也好 或Excel 就很簡單了 不過前提記得喔 你要有這三個東西喔 OK 也就是要 你要符合它的要求 它的規格 那就OK了 所以喔 你們可以想想看喔 剛剛下載的資料 怎麼樣可以變出這三個東西 然後再配合Pandas 其實也可以存成什麼 存成CSV 也可以存成Excel了 只是喔 看起來其實應該知道這意思啦 只是要怎麼變化啦 所以有時候其實 難的地方就是要怎麼樣 難在怎麼樣把我們要的這三個東西把它產生 然後呢 再丟給這個DataFrame 它就幫我做出後面的 OK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喔 欸 配合第七個單元 好了 請各位試試看 待會的話 也許我們就 趕快套用一下吧 來想想看 反正第一個問題啦 轉成CSV 轉成CSV 轉成CSV前面有講過 那轉成以前有沒有講過 我們延伸看第七個單元 所以請各位先看一下第七個單元的部分 不然 那是一段時間 不然 質疑 那是一段時間 感覺要不能